所以一到印度就到处问 有没有一个方法当身可以解决 南淫佛体的这种轮回问题 他只要一说出这个问题 那天主国的那些高僧大德都告诉他 如果你有这么一个目标 那就修淫佛吧 虽然很多高僧大德跟他指点 但他内心还没有一个决定的信心 所以他就到了百印度尖陀罗国 说这个国城的东面有一座大山 山里有观世音菩萨像 只要你自成祷告 观世音菩萨就会显胜 他听到这个他也就发了心 哎呀我要请观世音菩萨来帮我抉择这件事情 所以他在这座山就七日念观世音菩萨名号 而且一定要见到观世音菩萨 不吃不喝不睡 下了很猛的心了 这样在第七天的夜晚 哎观世音菩萨还真的现前了 只摸真经事 观世音菩萨跟他开始 说你要传法自立利他 西方净土 极乐世界 弥陀佛国 劝令念佛诵经 回愿往生 往生彼国 见佛与己我 能见阿弥陀佛 能得大利益 鲁智当之 净土法门 胜过足形 观世音菩萨有这么一段开始 这样跟天主国的高僧大德的开示 接近 所以他才产生了决定的信心 一心念佛求生经 以后回到 这个回国 那是唐玄宗的 这个时代了 陆公为唐玄宗讲法 唐玄宗呢 就很赞叹他 很欣赏他 还给赤这个号 叫慈明山藏 慈明山藏 让他看到那个时代的禅宗空腹高新 他也就是写的一本书 叫往生净土集 这本书已经是残缺不全了 大部分都遗世了 这是特殊的宗教体验 感应的产物 感的文书 普贤 还有观世音 为这个世间的 修行人的开示 这也是能让我们 产生信心的一个渠道 尤其这里 特别开示的 还就是 称明 波诸三魅经 拔头和 这个菩萨 他就是贤父长子 他修波诸三魅 得到三魅 看到阿弥陀佛现前 他也问了一个问题 说这个世间 修何等法 能够往生西方净土 阿弥陀佛告诉他 诞成佛名 记得往生 那这个 观经 对韦提西夫人的开示 义佛如是 善才童子 五四三参 在华严经 试信 一生成佛的 这个历程 他遇到的 第一个善知识 德云比雄 就是 给他介绍 念佛善魅 最后一位善知识 普贤菩萨 以十大愿望 倒归极乐 所以我们了解 这个过程 这个净土往生一法 不仅是 阿弥陀佛 建立 释迦牟尼佛一代清宣 乃至于 是历代的菩萨祖师 为我们已经选择好了 这也就是 信心也要 从果地下手 如果你不从果地下手 就会留意什么呢 这个净土法门 好事好 但是 我一定要相信 怎么相信 一定要让我看到 有必要阿弥陀佛 或者选择法门 我一定要 什么法门都了解之后 我经过比较 以后觉得 这个净土法门好 我才接受 他还是要靠智力 来建立他的信心 一般听过去 好像也不错 但仔细分析 词都不通 你说你要 变难大仗经 所有法门都了解之后 我来比较 我才能展现信心 你有这么高的智慧吗 三藏十二步 法门无量 路海属杀呀 你能 争辩得出来吗 再就是 这就像病人 你竟然生病了 你第一个反应 就是找一个 医疏高明的 窄心 人厚的 一个医生去看病 就好了 那医生给你 把脉 诊断 知道 你的情况 给你对症下药 你拿着这药 由于对这个医生的相信 你就吃药 病就好了嘛 你非得要执着 我的药了解一下 你这个药方子开的对不对 这个药的分量够不够 这个药是从哪个地方产的 药性怎么样 这个药走哪个肌脉 有些什么效果 我也搞清楚了 我才服这个药 那你说 等你搞清楚 又误乎挨哉了 所以这个 这个佛为什么常常说 对那些众生问的一些 戏论问题 不回答 叫自答 世界是有边 还是无边 这个 就问这些问题 这是你需要 关心的问题吗 一个人中了毒箭 你的当下反应是什么 你得赶紧把毒箭拔出来 你现在不做这个事 人家要拔 你说慢着 我要知道这个箭 从哪个地方射过来的 这个箭是什么材质做的 这个箭的那个 箭错那个钢 这个钢铁是哪个产地的 有多厚 这个箭头上的药是些什么药 分量多少 等我把这些搞清楚了 你才能跟我拔 那你还没等搞清楚 一鸣无福 所以我们当务之 这次生死大事 你还去搞那么多戏论 为什么进度中主持视线 你对于这个法门 相信之后 你就是服药 就是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你不要去搞那么多理论 连着大师说 有人问你老人家修行什么法门 连着大师说 我凭生所悟 唯 南无阿弥陀佛 偶遇大师总是大智慧者 通宗通教 到晚年全都放下 不参参不说教 一句迷陀针锋调 车夫大师把他原来 参禅的书稿 全都焚烧 就是一天十万圣佛号 这就是从信心下手的榜样 你有信心 你就有坚定的愿力 你就会老实念佛 再不会去搞其他的了 三藏十二部 法门无量学 等到了极度世界再说 现在我们没有这个水平 也没有这个时间经历 你不知道哪一天 就乌父哀哉了 生命无常 国土为翠 如就托然 所以这个起信 要从这里下手 才好 好 好 作词 李宗盛 然后第三个问题谈一性之后更不在意 为什么要讨论下这个问题 这个一性 你说在无量节的 永不休止的轮回当中 我们从来没有过这一性 这一性极为难得 我们的内心都是充满着无明黑暗 充满着世间的恩恩怨怨 贪嗔痴呐云 这个一念的性跟性力 是出不来了 完全障毙了 那么夫人在今生 我们还真是无量节 稀有难逢之一刻了 夫人让我闻到了净土法律 夫人让我产生了一念信心 这一念信心肯定你猛能猛然地听了之后 不是经过你逻辑思维 是你的善根的发挥 是你的自信的不略 智慧的那种闪了一下 就是你的整个的自信清净的善根 和这个净土法门的这种超越性的 不可思议的法门 一下子切合了一下 就是出电了 出了一下电了 冒出了一线火光了 这时候你产生信心了 这个信心是限量的 这个信心没有你 我考虑考虑一下的 你经过考虑就不行了 而怀疑又来了 像潮汐一样过来了 所以我们要尊重这个 难得的稀有的这一信 这一念的信心产生之后 更不在意 为什么更不在意 因为我们一信之后 那个难得的特定的时空的 那个选间的碰撞产生之后 那那个时空电锅了以后 那我们又回到了日常的 那种心理和思维的状态 再用那种思维状态 再去想这个净土法门 哎呀哪有这回事啊 这就有点王羲之写南平序啊 他就在那个特定的情况下 那种秋高气爽 各种有缘的人会在一起 这个流水取消 在那个时候 在危罪情况下 写下来的 并且他写的时候是 以写草稿的形式写下来的 那写下之后 等到这个过去一看 还蛮好的 蛮好他就觉得 我要写个正本的东西 殊不知他写任何正本东西 都写不过 都超过不了那种 他认为谁所写的草稿 那就是那一瞬间 他在那种特为特殊的状态当中 写出来的 在那个状态没有了 稍纵即逝了 你再要写出那种水平 不可逾越 不可重复 所以你这个尊重这一信 一念的信心 抓住它 不再怀疑 不仅对自己的 这个怀疑心起来 你要把它阻断 那别人 怀疑很多 这个 别人就更让你怀疑了 哎呀 你 你怎么能相信这个呢 这 这没有道理啊 你念证深重 你怎么能到极乐世界去呢 那个是施暴装烟图啊 那是法身菩萨才能去的地方 你看看你的样子 你能去得了吗 哎 他一想 是啊 这个我是去不了 我念证太重了 但是信心里面 你是要相信 这是阿弥陀佛给我们的大恩赐 他就要让我念证深重的人去啊 我不在意啊 又有人说 这个 经典当中说 我们信任念佛 当下极乐世界去保持 八宫的水里面 就有一朵 标着我们名字的莲花 这怎么可能啊 那想一想 是不大可能啊 我一念证能 怎么能超越到 十万亿佛刹之外去呢 我自己都看不起自己 我的名字 见名还能到极乐世界 这个写上 莲花上 我自己都信不及啊 我有那么高贵吗 哎 又开始怀疑了 再有人说 你的福德这么钱 到寺院捐就是捐一百块钱 你怎么去得了啊 一点福德都没有 那这个各种花业都有 所以这个太重要了 这句话实际上也是 杨洁居士说的 宋代 很多文人士大夫 修学佛法 不仅是研究佛法 真的是身体地形 杨洁又叫杨无为 又叫杨赐公 是宋代一个非常有名的 这个 大居士 官也当得蛮大 他通宗通教 在宗门下 禅宗 他是可以上传灯路的 说他是开悟的一个居士 他曾经参天衣怀浪禅室 然后登泰山的时候 看到泰山的日出 他开悟了 但是这位居士很了不起 他的母亲去世 在家里丁母忧三年 约大赏经 对镜头法门产生了信心 参生信心之后 他就常常画那个 藏六的阿弥陀佛的像 以后他随公物 做官到任何地方 都要随身带着阿弥陀佛像 来供养 来称念 而临命宗时 他是敢得阿弥陀佛来迎接的 明宗他说的一个祭旨 这个祭旨就有着禅和禁的特点 说身亦无可电 死亦无可舍 太虚空中 知乎折也 将错就错 西方极乐 你看前面四句都带有禅宗的这种特点 对生死都是看破他的梦 梦幻抛淫嘛 也没有什么恋 也没有什么舍 在太虚空当中 这些知乎折也 都是如空中之化 就中门下的那个宗旨来说 你建立一个心外的净土 包括你念阿弥陀佛名号 举心就错 在中门下来说 你念一个什么东西 或者心外求一个什么 都是着相 都是错 但是这个杨洁据是 他能够将错就错 西方极乐 就能念佛感阿弥陀佛的来接引 你不将错就错 就一错永错 你将错就错就得到大安乐 所以莲慈大师在网生集 对他都很赞叹 就是莲慈大师都说 物愿 就是我希望天下所有的聪明才士 都能像杨洁居士一样 成就这一错也 他有一个同僚 是他老乡叫王总回 因为杨洁居士相信了净土法门 他也就随分随力地去传授念佛法门 这个杨总回就是在杨洁的启发之下 开始有信心开始念佛的 念了一段时间佛 他就来请教了一个问题 问 念佛如何得不间断去 从一般的文化的立场来看 这是在问一种功夫 我功夫上怎么不间断 但是杨洁居士并没有跟他讲功夫 就说的这句话 一信之后 更不在意 你产生的这一念信之之后 你不要再去怀疑 你就可以 这个王总回忆很有善根 他听到就很高兴 欣然而去 现在就过了不久 杨洁就做了个梦 梦见王总回来向他致谢 说 因蒙你的指示 我得大利益了 今以身净土意 现在我已经往生净土了 这样杨洁就见到 王总回的儿子 就问他的父亲去时的光景 以及去时的时节 那王总回 他听到这个 他念佛欢欢喜喜 毫无怀疑 所以灵命宗师是欲知实至的 是辩告亲友 他要往生的 这样是正念念佛往生的 那这个往生的时候 也就是杨洁君是得梦的那一天 所以我们常常讲 以文书治 修一行三昧 修一项三昧 所以这个一性 就是文书根本治的 一种展现 灵光一现 那这一性 就有性根 就有性力 你要培着这个性根 你要壮大这个力量 那往往是你信心 之后你就会怀疑 那怀疑就麻烦了 那念佛的利益很难得到 这个 天津菩萨 在往生论谈五念法门 其中非常重要的是谈第二门 就是赞叹门 就赞叹就是口称名号 赞叹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五念门实际上 它也是跟信心直接挂钩的 你观察西方极乐世界的 一种庄严 是让你产生信心 你称念阿弥陀佛名号 也是让你产生信心 有初步信心 你就称念 通过称念 你加强信心 这就要了解 要了解弥陀名号的功德 称彼如来明 如彼如来光明至相 如彼明意 与如实修行相应故 那这里讲称彼如来明 就是阿弥陀如来的名号 它是本质上是什么呢 是光明智慧之相 名号里面有光明 光明就是波约智慧的体性 那这个光明智慧就是 就是要塑破众生的无明黑暗的 所以历来的静宗主师都说 如果佛不宣说净土法门 弥陀名号万古如常业 众生的无明黑暗就是这样 常业漫漫 弥陀的名号光明 智慧之相才能够冲破 而能满一切众生的自愿 这种理念的相应 不仅是满足你灵命忠实 往生净土 快速成佛的自愿 也就是世间的那些福德 那种世间的需求 诉求 你都能满足 这是这种弥陀名号的本质的这种功能作用 但是自古以来 有称念佛名 也意念佛德 但是无明还在 有什么愿也满不了的情况 这里面其根本原因就是信心问题 信心出问题 信心出问题就是 你就不是如实修行了 你就跟这个名号内具的法印不相应了 什么叫不如实修行 这里你要有信节 信节什么 信节 阿弥陀卢来的名号是十相生 他就是主法实相 他就是有求必应的 这样的实相的功德 就在名号里面 并且相信这个名号是 唯物生 唯物就是众生 是为了 这个 拯救众生 帮助众生 会以众生真实之利的 这个目的 而施舍的这个名号 所以他把一切拯救众生的功德 比如神通 光明 辩才 智慧 善巧 都农聚在这个名号里面 你得要信节这个 如果你不信节这个 你信心就会出问题 那信心出问题呢 你一出问题 你就不能相应 不能如实修行 不能跟这个弥陀名号相应 只有三种不相应 一种就是信心不存 你虽然有点信心 它不 它不纯净 有时候感觉到 信心很足 阿弥陀佛存在 有时候感觉到信心又很弱 又觉得极乐世界阿弥陀佛 虚无缥缈 到底有不有啊 好像不靠谱 不靠谱 不靠谱还要常常 常常见到人就问 你信吗 如果听到别人也 哎呀 我也搞不清楚啊 是不是有啊 他一派大队 就是这样 我也是这个样子 两个人就加强他的信心不存 那有这个信心不存呢 就信心不一 他不专一 没有决定性 没有决定的 就好像有时候我们 讲净土法门 由于自己信心不专一 没有底气 人家问 阿弥陀佛 极乐世界很好 很庄严 是不是存在啊 是不是真有啊 那他没有决定性的话 他就会用 哎呀 这个事情我也搞不大很清楚 大概 大概也有吧 也许存在吧 他会用那些莫连两可的 大概也许 估计 推车 但最终是不是 我说的不算 那你这个 无决定性 然后就会导致第三个问题 信心不相续 杨洁军是说 你一信之后 永不更疑 你有怀疑就不相续了 就被怀疑的念头给间断了 这一间断 那什么事情都错了 一怀疑 哎呀 阿弥陀佛 是不是有 还搞不清楚 我就干脆还去忙其他的事情吧 我还有哪个公司要办 还要到全国各地开展 事业王典 念阿弥陀佛求生经的先放一放 因为是不是真的有 我还搞不清楚 我先忙我能够抓得住的 能够看得着的利益 他就会这样 所以这信心不存 信心不一 信心不相续 他就形成个恶性循环 辗转相成 由于信心不存 所以他就没有决定心 没有决定心 念佛就不能相续 或者说由于念佛不相信 所以他的决定性也产生不了 决定性没有根本的性根 这个信心也不存 然后别人来说什么 马上就动摇 所以有不少曾经是修念佛法的人 过了几年之后都去搞南传了 或者搞秘宗了 或者搞其他东西 甚至更为可笑的是 前几年我在东北 说有个比丘 看到这个地子规 可能是说地子规多么多么好 地子规多么多么重要 行效多么多么重要 他就觉得 哎呀 我效都没有行好啊 他就还手去行效去 那这个肯定是对净土的信心 没有解决 他会出现这个问题 因为你出家 包括我们居士 学佛的目的 要解决轮回问题 解决轮回问题 就是一心靠道 阿弥陀佛的愿力问题 你跟你行效 做得好不好 这没有直接观念 当然我们也强调孝道 孝道好 你的往生品位高 孝道不怎么低 但是你具足信念村民 也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镜头中祖师 都在讲决定性相问题 你的有决定性 它是有相状的 是有表示的 你的性根是扎在 你的心田里面 是扎得很深的 是与跟文书的 般若智慧之随是相接的 所以你就 这个信心就游落金刚 不被动摇 那不被动摇 之相 善老大师 在《关键试题书》里面 谈到 就是出国二国 四国 圣人 有很多经典说 罪恶凡夫 怎么能往生呢 没有这回事 你听到之后 你绝对不动摇 为增强你 决定往生的信心 那进而像 这个 这个 十柱十心 十回向 十地 乃至等觉菩萨过来 广引很多的经论 说 聂力凡夫 往生极乐世界 是没有这回事的 你也 绝对不受动摇 坚定相信 聂力凡夫 信愿念佛 必得往生 乃至于 报复化佛 一一歌书 舌相 来说 释迦牟尼佛说的 一时方便之谈 并没有这回事 你也不受动摇 祖福现前 你也不改自己的信心 那 策务大师 他就有这么一个 表达他的决定 决定信心之相 说自己正在念佛的时候 忽然达摩祖师现前 说 这个 你把念佛放一放 我有 直指 人心 健行成佛之禅 传授给你 这时候 要向达摩祖师典礼 说 我 已经 信愿念佛 求神净土了 虽然 祖师有圣庙之禅 但我不敢改变我原来的 信心 好 再过一段时间 释迦摩祢佛亲自现前了 说 我原来说的净土法门 是一时的方便之谈 现在我有更殊胜的法门 给你传授 你可以把念佛法门放一放 那这个考验就更大了 这时候 怎么办 仍然 仍然 要向 释迦摩祢佛 恭敬顶礼 说 我曾经 听你老人家宣说 净土法门 发愿 念佛 求神净土 世之不疑 虽然 你老人家 还有更殊胜的法门 但我 还是不敢改变 我的 原来的法愿 信愿的初衷 那就是佛祖现前 都不改变自己的 净土的信心 更何况 其他的 别解 别行 的这些 这些修行人 还能够改变吗 这才是 有 有点信跟信力的 样子 那这样我们 从这个 净土的 这种 信心来看 你信心的 因心当中 切入了 或者 切入了 佛的 果德之法 在里面 也就是说 我们的 净土的信心 仍然还有 这种 阿弥陀佛的 这种 加持在里面 所以为什么 我们信心不够的时候 多读诵 大乘原教的 经典 打开我们的 信念 以佛的 知见 作为我们的 知见 然后我们 怀疑心 很重的时候 我们就得 多看那些 历代祖师 净土圣行录 这些 往生的 公案 而我们的 福德 很薄的时候 我们就得要 修行 敬念三福 培直 福德 叫 培福 再到 那做了这些 尤其要注意 你去念佛 我们对这个 超越性的法门 信心不足 是由我们 缺乏智慧 那实际上 这个弥陀名号 就是 无上的 波越智慧的 结晶 十二光 奴乃的 功德 都在 这个名号当中 那光明是 阿弥陀奴乃的 波越智慧之下 如果透过 这个名号的 慈念 接纳到 阿弥陀佛 十二光 的 波越智慧 我们断移 深信的力量 就很巨大 就好像 昨天 我们有个 居士 汇报 他能够 发个愿 在观音店 发个愿望 二十四个小时 不出相关讲堂 他就最后实现了 这么一个愿望 这有福的加持 如果你靠 自己的力量 想二十四小时 不出来 还是蛮难的 一下觉得口渴了 是不是喝点水好 一下觉得 这个好像要方便一下了 他念头一动 一来 你是在那个香光堂 待不下来的 就一定要错了一下 才舒服的 那众生的这个念头 这种惯惜 那绝地是占主导地位的 但是你发到一个大愿 有佛菩萨的力量加持 这种惯惜 就会给你阻断 所以阿弥陀佛 深知我等众生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有种种怀疑 就在我们念佛之后 还有种种怀疑 他一定是在四十八大愿里面 在他的弥陀名号的建立方面 是预备了 让我们断移生性的力量在里面 所以这就要多多念佛 以弥陀名号的 般若智慧光明 真如来熏悉 我们的无明的暗明的心 大家也许是有体会 你念佛念得很相应的时候 心比较亲近的时候 那对于极乐世界的相信 就会加很高的分 如果你很散乱 忙于世间的事业 一天到晚在世间的人我是非 打滚的时候 那你麻烦了 就越来越疏远 越来越觉得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的存在性 都要答好几个问号 因为只要我们的念力 我们的这个思维方式 逻辑思维正上风的时候 那一定是怀疑的 所以超越这种怀疑 就是要回归到 这种不可思议的立场 去接受不可思议的熏悉 因为你能念的心 鼠念的名号 这个法门的施舍 阿弥陀佛的愿力 我们念佛的功德力 它这些都不是世间法的范围 它完全都是不可思议的范围 绝大多数人都怀疑都不信 你一个念佛的人 无论在家庭 无论在单位 在社会上 你一定是很少数的 在东陵寺你看看 哎呀好几百人 几千人都在念阿弥陀佛 好像不得了的兴旺发达 但是中国有十多亿人口 你把你们都洒到 茫茫人海当中去 能占多少比例 占的比例低 自己是少数派 那就有问题了 人家都不相信 偏你相信 人家手上拿着手机 你就拿着念珠 人家都在算 今天的股 股是多少 你在那里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那你相差得太远了 人家就会嘲笑你 就会打击你 那人家一嘲笑 一打击 哎呀是啊 可能是不是我出问题了 人家都不念 为什么我偏要念呢 念念股票也挺好啊 今天是牛市还是熊市 谁种呢 又能又能赚到钱呢 这东西太不容易了 所以你为什么要选择同餐到有 大家都能够都能够相信相复真上 你就包括这个百万佛号的念佛 很多我们官方很紧张 很多句子飞得过来 有时候我们劝他你就在家里念 或者在其他的事业念都一样 他马上说不一样 我觉得这边官方就是不一样 想一想 很多人对这种感受也许还真的不一样 因为这个地方它是一个1600年的 一个古道场 尤其来的人都相信 那多相信的 它就有加持力 相互熏习 如果你在家里念 那家里的那个小区的氛围是 生活氛围很浓厚啊 你在气场当中 你的阿弥陀佛的气场 跟整个的气场 它是不相浓的 所以你就不仅得不到其他的加持力 而且它在抵消你这种能量 然后如果再来个电话 跟你东家长西家短 你念佛的心境就完全没有了 被他哎呀 东家长西家短跟他去了 当然最好是不要电话 不接手机 但即便如此 那个氛围还是不一样 那你在其他寺院 如果是净土的道场还好一点 如果修其他的法门的呢 他的氛围又不一样 所以这个信心呢 对净土的信心 缺低 而且这一批人都是对净土的信心 缺低 他才有很好的加持力 光光辐射 否则信心不一样 他会抵消 而且还会斗争坚固 原来我在一个道场 有几个是学法相为师的 他就天天要 要往生抖晒类愿 因为往生抖晒类愿相互 相互尊重也可以了 还开始辩论了 我抖晒类愿好 抖晒类愿离我们很近 我们很容易往生 你极乐世界太远了 于是他辩论这个东西了 那反而生烦恼 而且相互可能都在 有意无意地在绑法 所以这个选择一个相应的道场 选择一些相应的同参善知识 这在解决我们信心不纯 信心不一 信心不相续方面 也是有真上缘的作用 因为靠自己 你想建立这种 纯净的信心 还是很难的 为什么极乐世界会有个边地移层呢 不是特意失色的 而是他那种夹杂着怀疑的念佛心 自然显现的一个方圆 两千里的一个城 你出不去 但这个城里也有八宫的水 也有其保持衣食自然 也有宫殿 但是你不能见佛 不能闻法 不能见菩萨 身闻身 这就是怀疑就有问题 不能化身 而是身在 移成胎身 那在这种情况下 阿弥陀佛仍然放光加持 让他深知我 为什么出不去的原因 这个原因就是怀疑 这怀疑把怀疑一忏除 他就出来了 因为你心里变现中的 也是没有真实性的 所以这对净土法门来说 怀疑是重罪之本 信心是重善之源 所以这个净土法门 你左说右说 横说 述说 这个信心永远是绕不开的 是有决定意义的 他地的信心 所以这个信心当中 一定是贯穿着 阿弥陀佛果地的功德 在里面的 阿弥陀佛的法身 进入到我们 每个众生的内心 念头里面 所以我们举心动念 都有着阿弥陀佛的加持 当我们看到世间的种种不如意的时候 佛会加持我们 生知这个世间不可留恋 要赶紧出来 当我们生病生得 教爹教娘的时候 我们要生知 这个涅包身的苦恼 痛苦 不可靠 要换一个如来生 金刚拉罗炎的身体 我们念佛念得很疲倦 很缺乏味道的时候 阿弥陀佛不断光地加持 让我们对自懈怠 放一退转的心 让我们坚持下去 所以冥命当中的 佛号光明的力量 都在加持我们 所以阿弥陀佛离我们很近 阿弥陀佛就在我们的念头当中 阿弥陀佛奴母一直地在关照着我们 我们唯有阿弥陀佛的 这个全程的这种加持 才能使我们的信心 逐步地由浅道深 由无道有 由不完备到圆满 这个信力圆满的当下 全体的就是佛力 也是我等众生自信之力 这时候才能深知 净土法门全在了他极致 全体的他力就是自信之力 自信之力和阿弥陀佛的他力 并没有一个界限 浓为一体 光光互射 好 南无阿弥陀佛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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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